原来 Quite Ada 太子了 太子了 喂 家娘 你在哪呢 我在老家未到呢 我跟你说 现在排大长队大长龙了 等你俩过来 吃一顿满满幸福的早餐 等你们 拜拜 这小胡人是不是就是桃桃 桃桃 桃桃 我们来了 早点早点早点 早点早点 早点早点 我们的汤匠匠 你们今天还到这里吃吗 是汤匠的吃 对 看动物最好 刚才我问那个小学生 小学生也是这么说的 您这吃了多少年了 吃了二十多年了 好多人排队 有没有这汤汤水水的 有动物 我们海南本地的动物 可好吃了 我们家长了 那来呀 三中碗 三中碗 你别浪费 三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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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快得尝点别的了 对 留点肚子 行 你们先坐 来 好 行 我们坐 这一转头 外面又这么多人才对 生意真是红红 考考你们的 这个动物是不是豆子做的 对 疯応ed 对 疯応ed 对 疯応ed 好 行 放下 嗨 鬼 脸 而且 哎呀 脸 脸 脸 吃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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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热啊 真香 这个给我们好好吃啊 对 它的味道还挺浓郁的 它这都是那个烧米面 小米 8000多年前 邯郸的先民就发现周围有大量的野生的果物芭草 而且发现这种种子可以吃 食材人就有意思地选取那些优良的植株 把它培育成了荣作物 提高了它的产量 还容易收割 在固域时间 它们把种子拨杀下去 到了秋天 它们就收割树米 然后烹煮树米 储藏树米 村众一粒树 秋收万棵子 树米这种作物呢 从此延续下来 成为几千年来 养育寒丹人的主粮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往下面改价 由一块五变成了一块钱 这是为什么 还这样讲呢 鸡蛋这个价格它不够很大 对对对 它不够很大 结前结后就不大一样 超过一块的成本价了 就是说我们就会把它 所以你们卖一块五 只能卖一块五 然后到后来鸡蛋价格又烙了 都是老顾客的 咱们就是说保利多销 就是你不在乎一个鸡蛋 老板娘人真好 也不是赚大家钱 就是为大家吃到这口味道 对 老板你这从早上几点开始忙 我们冬天一般都是三点半四点 夏天的话是两点半三点 就是这一块 这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一个工作 所有的行业 我们俩看来就是投资小 而且回报挺快的那种 其实也就是个夫妻俩干的那种小店 嗯 差不多二十年了快 二十年了 在这干了有十几年了 在那边干地摊也干了有七八年了 对 开始还不是个小店 而是个小地摊 地摊 慢慢慢慢的 有孩子吗 有两个儿子 多大 大的15岁了 小的10岁了 所以这么一个老家味道 这两个儿子都已经供得很大了 就通过我们两个夫妻两个努力 能把孩子从老家接到身边来上学 父母能接到身边 一日三餐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充实 祝福 我们去梳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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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